我们再来看一下男双决赛的决胜局 在前两局每一局都是打到最后的制胜分 都是两分 到目前为止两个队的得分的情况竟然都是一样的 第二局一开局 决胜局一开局韩国队是2比0领先 好球又是连续进攻 3比0 李龙大在往前的这个封网能力很强 身高必长啊 跳起杀球 再杀 出后场 接杀 两人抢到一块去 这是个机会 挑后场 再挑 放往前 这是机会球 哎呀失误了 这种球就是打得太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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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球在决胜局是4比0领先 打量的球出哪里 打量的球出单 撤赃球出单 超级烧球出单 两人抢到一会儿 不说 打量的球出单 大人抢到一会儿 这种球出单 5比0 这两次失误啊 都是在往前 杀球杀得太狠了 没有注意手腕的控制 机会 龙大之前已经进行了一场混双的决赛 对他来说 体力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场男双决赛强度非常大 这对韩国组合 正在成和 李龙大呀 之前已经是获得了 三战超级赛的冠军 如果本战比赛 他们能够再次夺冠的话 那么在本赛季的总的夺冠次数上 他们就将追上世界排名第一的基多 基多和赛T1这样一队组合呢 也的确是世界男双不可多得的一队七彩 在往前的一个出击 但是弹王以后落在本方场地 5比3 李龙大的体能有所下降 打了下队也是连锥4分 5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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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比4 5厘了 5比5 5 6 9